大家好那我是Selena 我呢在那个教育方面呢 做15年以上了 那自己呢也是作为一位家长 所以呢我知道呢 作为一位家长的话呢 特别是小孩子的周考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呢我们就在这里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父母的话在家里面 应该怎么样给小孩子呢 在家里面给她准备周考的一些体会跟心得 今天的话呢我们很高兴呢 请来一位嘉宾Sophie 那Sophie呢她是两位孩子的母亲 所以她呢会今天呢 会在这里跟你介绍一下 她一些丰富的备考心得跟体会 大家好是Sophie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跟Selena老师 一起分享就是周考的备考经验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所以呢大家知道就说我们 特别是纽约每年的话呢 都会有纽约的周考 就是针对三年级到八年级的 不管是什么年级呢 那那个考试时间呢都是一样的 今年的话2023年呢 我们的话英文考试是4月19号到21号 然后呢数学的话呢是5月2号到5月4号 第二语言考试呢也是我们英文上称的 Nicest Lab那个考试是5月15号到26号之间 那这个的话是每个学校的话 他会自己安排在这段时间自己安排三天 然后呢科学考试呢是5月23号到65号 也是根据学校的各个情况而定的 大概也是在这个时间 所以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时间 可以给你的小孩子准备 充足 希望今天的话我们待会分享的 体会跟心得呢 对您的话是有帮助 那Sophia 那我想问一下 就说您作为一位母亲 我知道特别是我们亚裔家长的话 考试对于我们家长 虽然说是小孩子要去考试 可是家长的话也是非常的重视 所以我就想问问就说 你是对备考这方面的话 你自己是有些什么想法 我觉得就是周考呢 可以看到孩子的成绩在纽约州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水平 那作为家长 我们可以给孩子进行考试前的一些训练 让他们熟悉一下提醒 就是避免在考试中间过度紧张 让他们可以正常的发挥考得好的成绩 很多小孩子好像 就是特别是我的学生也是这样子 看到一听到考试两个字 马上就紧张了 有的时候感觉好像说 考试都不是他真正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家长的话 这个在家里面 特别一定要给小孩子先打一个镇静剂 让他要安心一点 我觉得心理上的话也是非常重要 那你在给您的小孩子备考的时候 请问你是有一些哪些步骤呢 有哪些计划去帮助您的小孩子 去准备周考的 我觉得首先我会让他们了解 这个考试的就是周考的这个考试规则 比如我会告诉他们说 这个笔试呢 它是不计时的考试 那你就不要紧张 因为你有充分的时间 你做完题目之后 你还可以去检查 那如果你看到其他的孩子 他们已经交件了 那你也不用紧张 因为老师他会让你继续的就是答题 那有时候老师可能会让你去其他的教室 但是你仍然可以继续的回答 就是考卷上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很重要 特别是如果说家长的话 自己先要知道 就考试的话周考呢 不是我们像我们传统中那么觉得说 一个小时内要必须完成 要怎么样 在纽约的话特别是周考的话 它是没有计时的 那所以呢就说 而且特别是有一些小孩子 就你的小孩子是有那个IEP的 像这些的话 他们有些会安排你的去小组考试 那小组考试他 而且他会是在单中呢 会给你一些休息的时间 就比如说考了半个小时候 然后给你的小儿十分钟的时间 然后休息完后呢 然后再继续考 所以他的那个步调还是 就节奏还是尽量的 让你很放松的环境下去考试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家长应该 特别是要跟小儿子说 你考完了考快也是 其实没有用 没有给你加分 反而说你考的太快 会反而会出心 所以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这个真的是 特别是第一个要跟您的小孩子要讲的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你在给他 给你的小孩子做备考的时候 请问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方法 跟策略来帮助他们备考的吗 就是我有时候还会就是 利用一些网上的资源 让他们做每一年的真体这样子 你刚才说到网上的资源真体 那请问你都是去哪些晚上 去找这一些真体的呢 像我我就会去那个 Engage New York去那边找 每年的真体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 Engage New York这个真体 晚上真体对您的小孩子有帮助吗 对 很有帮助 所以我说 对那个真体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策略 我觉得像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师 在教室里面的话 我也会给我的一些学生呢 先在考试之前给他们做一些真体 让他们体会一下 就以往的考试提醒是怎么样子的 那请问Sophie就说 您在给他做那些真体的时候 比如说2023年考试了 你一般的话是给他做哪几年的真体的呢 我如果有时间我会把之前的都给他印出来吧 因为有时候有很多年的 就是整体都可以找得到 就是如果有时间给他做 我尽量都印出来给他做这样子 对对对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话 就说网站上的话有 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去那个纽约周考的话 那个网站 就是那个nystate.gov 那个网站的话呢 他一般的话呢 是会有过去十年的真体 所以家长都可以去拿到 比如说今年2023年要考试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那个基本上可以达到2013到现在都会有 那我这里的话呢 我跟你介绍一下具体的网站 所以刚刚就说到说 您说的那个真体的情况在网上的资源呢 其实的话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 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要去那个 纽约州的教育局网站 像那个nysed.gov 那这个的话呢 他上面就会跟你讲呢 今年考试的具体时间是什么 然后考试一些提醒 比如说他会跟你介绍呢 阅读的话呢 他会给你考阅读选择题 然后呢他有回答 就是短文的那个回答题 还有呢后面的写作 他基本上的类型都会跟你讲 然后每一个比分比重 也都会跟你讲得很清楚 如果说你去那个 Official State Assessment 就是那个纽约州教育局网站 有一个OSA 它是网址的话是 NYSED 然后是那个Regions.org上面呢 他会给你介绍呢 他过去十年 他会过去十年的那个考试的提醒 都会有 而且是免费的给你下载的 所以这些的话都非常有用 然后我们教育局网站上面呢 就是我们纽约市教育局网站上面呢 也是有具体的很多很多的信息 是关于呢三到八年级周考 有哪些提醒 然后他的评分标准是什么 他还呢告诉呢 就说作为父母的话 在家里面应该怎么样去准备 给小孩子怎么去准备呢 小孩子要放松 就具体的一些策略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所以Sophia 就是说你在这些真题 给你的小孩子做这些真题后呢 你发现在考试 这些考试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考试技巧 或者说你有没有发现在试题里面 他一般都会问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对于考试技巧 那我会在网上就是打印出来 每一年的这个周考真题 然后让他们来做这些练习 这些真题我觉得他们是真实 考试了一些部分的题目 不是全部 那我觉得这些真题最好的地方就是 他们有就是备有老师的一种解题思路 还有不同的样题的解答 那我会在孩子做完题目之后 陪他们一起检查他们的答案 那我也会让他们看看这个样题的解答 那我会告诉他们 比如说你看这个小朋友 他这样子回答这道题呢 老师可能只会给一半的分数 那另外一个小朋友 他们有不一样的回答 那老师给的却是满分 那你可以看看他们两个答案 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他们两个答案有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呢 那你觉得哪一个小朋友的答案更好呢 那我会让他们自己去感受一下这样子 对我觉得你这一招的话确实非常的有用 因为这个的话等于就是五行当中 让他知道呢 比如说平分的时候 他会知道说 我下次的话我不应该是往这个方面 因为我知道一分的话是长这样子的 三分的话是长那样子的 虽然小孩子会有一个比较性 知道呢满分的写作是怎么样类型的 那你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给他做备考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类似的问题情况呢 就比如说他怎么样问的 是不是每一年的真体里面 都会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会有 对我觉得会有一些这样子的类似存在 一些模式在那边 对 比如说我们 就是我们现在作为老师的话 我们也会发现呢 每一年呢 比如说去年呢 前年呢 基本上特别是在阅读方面 每一年的话 他的考试的问题都是会很像的 一般都是会问说 为什么这样子这样子 对吧 然后说 你要去从文章里面找到 两个具体要 至少要从文章里面找到两个证据呢 能够支持你的观点 就问的问题都很像 然后他一般的话呢 都会问一些为什么怎么样 英文我们这上面就讲的是一个 why跟那个how的问题 那就你刚才说到那个 你在给他做那个真题呢 就说你给他看一分两分三分是咱怎么样子 我就想问的话 就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也会想知道 你都是在哪里面找到这些资源的 像刚刚我们提过就是 我是在这个Engage New York这个网站找到 对 所以就是说官方网站上面也确实是有帮助 他会给你看 对 像我们的话 有的时候就说评分也是这样子 我们一般每一个周考的老师在评分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拿写作来说 他评分的时候 他会都会有一个Rubric在前面 他有讲他的观点 但是没有讲证据 这个是一分 如果是二分的话呢 是说他有讲他的观点 但只是讲了一个证据 没有写第二个证据 然后三分呢 如果是特别四分的话 是更高分了 超过满分的 会说他既有讲他的观点 又有列出两个至少两个证据 而且是充分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 所以是很清楚 我觉得等于就是说让小孩子先 等于是你是让您的小孩子先看好 这一些标准 这样子的话呢 他可能在练习的时候 就是拿着这个标准去写作 是吧 就下次他写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要按照三分的四分的标准去写 而不是按照一分的 他就很清楚 这个方法确实很有用很有用 那我想问就是说 在有没有说 在晚上的话呢 给你的小孩子做一些考试的练习 就是说除了你给他做这个真题外嘛 因为真题的话 毕竟最多也是过去十年 或者说过去五六年的 那做完后呢 你有没有给你小孩子 在晚上找一些考试的资源 特别是相关的考试资源去练习 然后给他计时 或者说给他呢 去计分 看看他考了多少 有没有这样子去做 我就是 就是把那些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网站上 那些真题 我给他打印出来 然后他在做的时候 因为之前我有 就是咨询过一些老师吧 然后他们告诉我说 那就是孩子完成这个 周考这个比试的时间 平均下大概是一个半小时 那有时候我会就是 在他做的时候 帮他大概计计时间 然后我就是我心里 大概有个 大概的印象吧 就是说他要多久 才能做完这样子 我没有让他试过就是 做在线的这种试题 那我觉得如果有这种 有这种资源的话 应该会很有帮助这样 对 我觉得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今年 要考2023年的 阅读跟写作 就是ELA的 或者说数学的 如果有这些比较updated 是吧 有一些网上 有些这些资源 可以呢 针对 因为 2023年的 因为像那个 COVID期的 那个考试嘛 就是有一些的话 有一点点是不一样的 跟以往 所以说 如果说网上有一些 除了官方网站 有一些考试资源 能够针对这些考试 加强题 让他再去做一些 那你的小孩子呢 再多练习一下 特别数学方面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 更有帮助 那 Sophia 那我就想问 就是说 最后的话 想问问你 那你在给你的小孩子 备考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 你的小孩子 有哪些方面 是比较弱的 是需要更多加强的 然后你有没有说 给他制定一些 个人的计划呢 然后呢 给他每天的 做一点做一点 给他设计一个 备考的方案 是专门针对你儿子 他的弱处的 所以就是我 每一次就是 陪他们做完 这个整体之后 我会陪他们一起 检查这个答案 那因为就是 男孩子嘛 他们有时候比较初心 他们做完之后 他们不会去检查 所以我就是说 培养他们要检查 清楚之后 才交卷这样子 那首先就是看一下 有没有漏掉的题目啊 然后他的答题卡 填的正不正确啊 这样子 那在检查的同时 也可以发现 他们一些薄弱的知识点 那比如说有时候 在数学的应用题的方面 那我会说 那你要读清楚题目啊 你要理解题目 你要知道老师 问的是什么 不要就是 老师问的是A 你答的是B这样子 那比如还有的就是说 在EA的考试里面 那有一些就是那些短文的 那些描述的解答题的时候 那我会提醒他说 你记得你需要在 那些文章中 你要找到一些具体的例子 去支持你的观点 这样子 你要就是写的详细一点这样子 对 那所以我说 您的话是 等于是代表 比较负责类的 负责的那个家长群的 那我就想问说 如果说有些家长 他可能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在家里面 是吧 然后可能是做真体的话呢 也没有做很多 就可能大概 他不是很清楚 他的小孩子 到底是要 特别数学 或者说阅读写作方面 有哪些是要加强 哪些是比较薄弱的 那像这些的话呢 如果 他们没有那个时间 没有那个精力 或者说也不懂怎么去弄 那你觉得 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这些家长 能够更好的 去帮助他的小孩子 我觉得 首先就是平时的知识点的积累吧 我觉得 如果就是说 真的是家长 就是在比较忙的情况下 没有时间 就是陪着孩子备考 我觉得可以 家长可以尝试在 网上找一些 这种有关周考的学习软件 那可能就是先孩子会 就是进行一些测试之后呢 这些随时软件可以 就是提供一些有 针对性的练习 他们会发现孩子的 这些知识薄弱点在哪里 然后就是让他们专门的练习 这些题目 那还有就是说 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 也可以参加一些周考补习班 这样 对 就希望作为老师 跟作为母亲自己的我 我觉得也是这样子 就是说最好的话呢 父母的话 都应该要多了解一下 考试资源 特别是我们官方网站的话 有很多很多有用的信息呢 如果家长有时间的话呢 真的是要去多去学习一下 了解一下 因为只有自己呢 多了解了考试有哪些提醒的话 才可以更帮助到你的小孩 那如果说 我们也确实理解呢 有些家长特别是很忙的 或者是在外周做工的 那这些家长的话呢 也希望呢 就是说 如果能多了解 比如说通过自己的资源 在微信上呢 在网上呢 或者说就像您说的 如果网上面 有这些考试的资源 特别是对您的小孩 先做过考试 能够量身定做 发现有小孩子 有哪些薄弱的 比如说如果是数学方面 是对应用题 特别是两部的应用题呢 没有很明白的 读完了也不知道 到底是在说什么 那这种的话呢 如果专门有一个网站是 测试到了 小孩子是这个落下 然后呢 再去给他呢 多做这样子的补物 比如说就在这个上面 给他练习 比如说两部的话呢 如果有这样的资源 是可以说 先做先给他考一些 练习一些关键词 在哪里的 能够知道 什么样的关键词 是做除法的 什么样关键词 是做加法减法的 然后再慢慢的 加强跟练习 如果是有这样一套 全部都是在了 那是肯定是最好的 当然 补习班的话 我们现在也很多 特别是在纽约 所以各方面资源都很多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知道 我们希望 希望我们今天 分享了一点点 体会跟心得的话呢 对家长的话有帮助 希望呢 我们也会多交流一下 下次的话 如果有机会呢 可以呢 更多的 跟更多的家长 交流一下 体会跟心得 让更多的家长 学到更多 备考的东西 那您的小孩呢 考试的时候呢 不会紧张 然后呢 真实地体现出水平 也希望呢 每一个小孩子考试呢 好运 考得更好 更好 OK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